凡事欲择利,不欲择废 谈判是一场不流血的战争 谈判是一门求双赢的艺术 纸上谈兵不是真本事 运筹帷幄才算真英雄 有血有肉的谈判课 有玄机的谈判桌 我是刘碧荣 我带您决胜千名 大家好,我是刘碧荣 欢迎您再次收看和风谈判课程 今天我们进到第16讲 谈判战术锦囊的创造第三者 以前我们谈的战术锦囊都是战术 你怎么操作,你跟它 今天我们从结构上来改变 我们创造第三者出来 创造第三者有几种状况创造第三者 那么我们先看第一个图 第一个图你看,比如说今天甲跟乙谈判 甲跟乙谈判,甲是没有筹码 那没有筹码怎么办呢 那一种方法就是引进一个饼 因为我对乙没有影响力 可是我对饼有影响力 这饼刚好又可以影响乙 是不是 所以甲对乙没有影响力 于是我找个饼进来 用饼来影响乙 这个叫做借力 所以我们在谈判的时候 常常是你找筹码 我对你没有筹码 我对他有筹码 所以我特别透过他来影响你 所以我找个第三者进来 这是一种第三者 还有第三者可能是代理商 代理商呢 比如说今天我是一个供应商 那么你今天是个买方 你买方你要跟我买东西 对不对 那我的老板告诉我说呢 我指定我要求我工业商卖东西给你 我的票子可能是要120天的票子 可是你是买方 你的票子是150天的 你们公司政策的付款 就是150天 那我这边120天 那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呢 我们俩谈不成 谈不成 所以有的人用的方法就是 我呢 就是找个代理商 我找个代理商 我不是直接对你 我是找个代理商 代理商卖给你 用我们的图来看就是 我是假 你是乙 我没有办法直接对你 于是我找个代理商饼 饼来卖给你 那饼卖给你 那饼跟你 你怎么付饼多少钱 那不干我的事了 可是我找个代理商来 我要求120天 因为我的老板说 我东西出去就是120天 120天的票子 那我今天找个代理商 120天的要求 我跟代理商要 这也是一个转的一个方式 对不对 这是第一种 找一个第三方进来 整个局就活了 局就活了 然后第二种第三方呢 就第二种第三方是 有的时候呢 假跟你谈判 他假装有第三方饼 把他自己绑着 对不对 我为什么不能让你呢 因为饼把我绑着 我没有获得充分的授权 那第三方可能是一个人 但是他也可能是我上面 有一个什么委员会啊 一个committee啊 什么没有通过 对不对 如果说我上面一个人 没有通过 那人家可能找我上面的人 可能是我经理啊 我的总经理啊 那可是我说上面有个委员会 没有通过 那那你就 你就找不到那么多 委员会的委员嘛 那我就把自己锁住了 那第二天 我要解套的时候 跟你讲说 哎呀 好像有好消息 昨天晚上委员会通过了 我们赶快做吧 那你可能说 你什么烂委员会嘛 一下要 一下不要 我说对啊 大哥 他们一群烂人嘛 那既然决定了 我们赶快做吧 再不做的话 他们又返回了 怎么办呢 是不是 我创造一个第三方 把我自己绑住 那第三方可能是一个人 可能是一群人 他把我绑住 所以我没办法让 那还有的时候呢 咱们在谈判的时候 第三方 我帮对方创造个第三方 你想要吗 有的时候对方 他会假装有第三方 啊 我后面有谁没有答应 可是有的时候呢 我是帮他创造一个第三方进来 于是甲跟义谈判 甲跟义谈判 甲就告诉义 说义啊 我知道了 你是最理性的啦 这我都知道了 那么可能是 你后面的谁是谁 你们老板 他可能不了解 他比较强硬啊 那你能不能帮我回去 跟他说服一下 看看有没有办法 这件事情就当做一个例外 或者帮我们一下 可不可以啊 也就是说 他后面可能更没人 你想要吗 他没有人 但是我有想办法告诉他说 你对了 你后面是有人的 我创造个人给他 你知道吧 你后面是有人 我知道嘛 那么对方就算没有人 你这个等于也给他创造个下台阶 他回去讲一下嘛 你知道吗 我们常常你有发现 在谈判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问 会用这招 说哎呀 我回去请示一下 我很多的学生就是这样子 明明是老板 明明是老板 他说 这事情我回去请示一下 因为他是老板 他如果让人家知道他是老板 他连转环的空间都没有 那我回去请示一下 经常他就给自己争取一个缓冲嘛 还想哎呀 请示一下 可以答应 不能答应 对不对 所以请示一下 就多了一个回旋空间 多一点时间去想 OK还是不OK 你是老板 你马上站在第一线 人家说不行 你非得现在决定 因为你是老板 你可以拍板的 你这转都转不出来 所以每一个老板都会装 我回去请示一下 那你说老师怎么装 人家晓得我是老板 我怎么装 不是啊 我有股东啊 对不对 我有原厂啊 是不是啊 那我有一个什么小组啊 什么董事会啊 还有别的方法可以把我锁住嘛 所以我会创第三方嘛 对不对 我身边把他绑住 那有的时候 我们就替对方创造第三方 对嘛 你后面有人比较强硬嘛 他绑着你 我知道嘛 那你能不能帮我去 跟他解释一下 那去解释一下 那解释一下 就暗示他说 哎 你可以下台嘛 你不要把自己卡死了 他又聪明了 他学会下台 不是就就就就下台了嘛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在谈判的时候 我们说这事情解不了 根据人来解 那根据从人解 还是从事解 那从人解 创造第三方出来 去做个转环 在中间就空间 就整个棋啊 一盘棋就活了 所以我们想事 我们要想人 把一个棋 我们把它下活 这样我们才有机会 达成协议 我们今天讲到这里 我们下一讲 再见 这是一场有谋略的脱口秀 这是一张有玄机的谈判桌 我是刘碧荣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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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